据台湾中史电子报报道 高雄罢韩团体的罢免运动持续进行中 但是近来民进党的人物也开始加入宣扬罢韩的行列 这让自由作家洛杉矶认为 整个罢韩的动机以及理由已经开始逐渐曝光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民进党所缩使的夺权行动 洛杉矶在领书上表示 民进党打从两年前输掉高雄后 一直对韩国瑜艺人耿耿于怀 而如今利用罢韩团体 打着冠冕堂皇的棋子 要一举夺回当年所失去的故土 指责韩国瑜落跑失职 都不过是障眼法 全是因为民进党厌不下这股恶气 洛杉矶指出 民进党在罢韩完毕后 会推派谁来当高雄市长 是陈吉迈赵天龄还是标王引力 这在民进党党内还有的桥 但是在这防疫的重要时机 民进党却还是满脑子想着夺权利益 聚众联署罢免重选 是在献权高雄人与得传染病的危险之中 是为了满足少数民进党政客的权利思域 实在是起心可忠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骂到 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 二阶段连署突破55万份 根据罢韩团体公布的信息 连署分数最多的是高雄三民区 这让当地人看不下去 直言罢韩者非常没有良心 都不知韩国瑜现在带领的市府团队多辛苦 多么努力为高雄服务吗 罢韩团体公布罢韩联署排行榜 其中前三名为三民区 凤山区和南子区 对此 一位住在高雄三民区的民众看不下去 在联谱网韩国瑜 卫兰中华守护联盟发文表示 身为三民区市民呼叫左右邻居 你真的要拿出自己的良心称一称 看看现任韩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多辛苦 光三民区周遭拆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路 如此让大家都有一条平坦安全之路上下班 这是前朝没有的 居然三民区罢韩是第一名 人真的是没良心